桃園遭污染的農地 约1700多笔 全台排名仅次于彰化 原因除了工业废水管制失当 不效业者偷排事件层出不穿外 全桃園五成的灌溉水 竟引自可供废水排放的河水 也就是灌牌部分的现象 更是农地遭污染的最大症结 农地为什么会污染 是因为我们桃園的水源不足 本来应该是取失焖水库的水 对不对 然后再排放到灌溉渠道 去让农民灌溉 可是因为水源不足 所以我们目前的状况 就是说针对那不足的50% 是取之河川的水 从复林西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分开工业废水灌溉用水的 只有一座布满杂草的土蹄 一旦大雨来袭 吸水上涨 看似近味分明的两边 就有合而为一的可能 自小在当地长大的吴靖昌 对这样的状况 无奈表示 有小时候都抓得到吗 对啊 这边都连那个 那个罗马都有啊 那现在都没有了 那该花的钱不花 你等于知道 你不花就会主张那个 银银 无水藏银银单位 他没有办法去 真的培照 所以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